美国疾管中心13号正式更新了他们的防疫指南 松绑了口罩强制令 开放完全接种疫苗的民众 无论你在室内室外 大小规模的聚会都可以不用戴上口罩了 而且也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美国总统拜登随即就召开了记者会来宣布这项好消息 不过防疫专家佛希博士就警告了 这可能会导致一波感染率上升起来 因为店家或者是公共场合 是没有权利要求民众出示打疫苗的证明 2021年5月13号 拜登政府宣布防疫再打重大里程碑 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宣布松绑口罩限制令 一般民众只要完成疫苗接种 即日起就可以脱下口罩 不过搭飞机或其他大众交通工具 还是必须全程戴口罩 另外医疗照护机构监狱或游民之家等场所 也仍然维持口罩令 正在开议的美国参议院议员们开心拿下口罩挥舞 国会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来到西维吉尼亚 视察当地的疫苗中心 也因为解除口罩令实施 已经打过疫苗的他和团队成员 全程无需戴口罩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全美本周平均每日新增三万例 确诊数正稳定下降当中 美国CDC数据显示 全美45%的成年人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本周四起开放12到15岁施打辉瑞疫苗 但美国传染病专家佛西博士警告 接触口罩令可能带来一波感染上升 口罩是防护新冠最容易取得的武器 也是跟了美国民众一整年的必备物品 但很多人并不清楚 口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容易脏 抛弃这口罩可以用多久 不口罩几天洗一次 民众似乎不太确定 记者与纽约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合作 亲自上场实验 以不口罩为例 连续戴三天没洗 和每天使用洗衣机清洗的口罩相比 微生物专家从没洗版本口罩上 与嘴巴的接触面采样后 可是培养出不少细菌 专家表示无论何种口罩 沾到花装品或汗水 对人体的伤害都不大 但为何口罩还是需要每天清洗呢 研究显示 新冠病毒在布料表面上 可以存活两天时间 至于抛弃式口罩 专家建议在疫情严峻时 或是沉到人多的地方 就一定要丢弃 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 TVBS新闻最后报道